說到邊緣話 其實對郭董來說 這是最難過的事情 因為現在 他說出來選 就是為了要整合啊 沒有我的話 跟你講 這三方是沒有辦法整合的啦 那大家就要問 那你什麼時候 要喝咖啡 喝果實 喝奶茶 龍會賽 因為要坐下來談 現在 我們來看到 8月28號的時候 郭台銘這個參選的這一天啊 那郭台銘也有說啊 其實我跟這個侯友宜 有見過面了 那甚至這個政治學者 趙春山也有說啊 在宣佈參選喔 後 還會再約他們喝咖啡 因為是在這禮拜三 這禮拜三 會喝咖啡 那 也有說法 就是為什麼我要參選 原因就是因為 我喝咖啡 我沒有入場券嘛 我要確定我參選了 我才有這張券 所以我今天做到這件事情 第二個事情是 跟籌碼是有關係的 我就像我剛剛講啊 我雖然不管是8% 9% 10% 我還是有我的支持者在啊 如果照郭董這個說法 我未來民調會越來越高啊 那我是不是又更有存在感呢 好 第三個是大家想問的 那你要怎麼喝咧 有很多的說法 當面喝嗎 還是有一個說法說 視訊喝 視訊喝好像 也喝不出什麼人情味的感覺 好 原本都已經說好了 沒想到今天 趙春山改口了 郭台銘說啊 明天跟侯科見面機率很低 還沒有聯繫好 但是 好像有其他陣營說啊 這個是一個假議題啊 都是你郭台銘在放話 我哪有跟你約啊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跟你約啊 你一直跟人家說我有約 是什麼意思呢 那現在我們來看到了 這個郭台銘也說了 國民黨 我跟侯市長這兩天都有談了 預計的時間應該是8月27號的時候 他們兩個有見過面 那也有談了一下 我們之間也有溝通的管道 他才是候選人 這可以突顯到一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8月27號談完之後 8月28號就要獨立參選呢 這是我們大概會來幫大家來解答的部分 第二個事情是你為什麼只跟侯友宜做聯絡 你把朱立倫放在哪裡啦 朱立倫當初找你回來啊 只是照你的說法他騙了你而已啊 那你怎麼把朱立倫忘了呢 所以朱立倫他是一個需要有存在感的人 他馬上拉了柯文哲進來 他說我跟柯文哲有共識 這個共識是不要輕痛愁快 拉柯文哲去打郭台銘 那包括了鼎立民眾黨犯人也說 柯文哲民調最高是最具有實力的候選人民眾黨會盡力的整合 好現在也有說啦 郭台銘為什麼會這麼氣 也有三階段的轉折 包括了517 他不是寫完說要支持侯友宜嗎 沒想到寫完之後 下午到傍晚才知道 原來我被朱立倫跟黃建廷騙了 好第二時間點是 當時的這個新北幼兒園的這件案子 他認為說侯友宜民調會下降 下降之後就是我的啊 所以他保持沉默 第三個是黃建廷說了 郭董不分區的立委說 郭認為說你怎麼又在出賣我呢 他對藍營很失望 所以他才決定獨立參選 所以這就掛鉤到我剛剛跟大家講的嘛 他對朱立倫的信任感基本上是零了 所以他每次發言都說我跟侯 我跟侯 我跟侯怎麼樣 他沒有提到朱立倫這三個字 那另外呢 大家很關鍵就是你的副手牌 你要找誰 大家都知道是女性 有互補 那甚至這個出身南部者為優先 現在最關鍵的就是 九月十三跟九月十七 你要申請總統的被聯署忍受 你的副手要趕快一併的提出 大家也會覺得說 你的副手人選到底要挑誰呢 曉平哥 現在郭董跟朱立倫的心結 是完全沒有辦法結 而且現在是互相拉來拉去 郭董一下拉侯友宜 他一下拉柯文哲 互相在鬥法是不是 應該這樣講 主席的 不管他討不討厭主席 當然他跟主席沒有互信基礎 那是一件事啦 然後今天侯的選總統 主席是要關心的 更重要的是什麼 今天最重要的是白的柯 然後國民黨的侯友宜 所以這兩個黨 甚至還扯到區域的立委 部分區各人努力各人的 所以這個局勢是區域立委跟總統 是放在一起談的 是會有互動的 然後主席這個角色 你不可能偏廢 也不可能侯那個鍋不理他 然後我就直接找侯 這個喝咖啡就喝得成 這這個大盤這個大局 特別是今天我這樣講 朱立倫跟 我想兩個黨要談合作的話 我說國民黨跟民眾黨 你認為朱立倫去談 比較有代表性 還是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當然是朱嘛 所以他個人的情緒是一件事啦 然後他討厭喜歡朱立倫是另外一件事 重點是這個角色裡面朱 朱跟整個談判 朱跟柯文哲是最重要的 這兩個角色 因為柯文哲有基本的民調 柯文哲有很多年輕票 你沒有你不合 沒有柯文哲的年輕票 如果大家談 我先不預設正負 小平哥所以我現在問了 那現在意思是 如果郭董跟侯友宜已經談好了 那朱主席沒有說好 那都白談白喝 郭董跟侯友宜是沒有辦法談好的 因為郭董跟他們前 前兩天有見面對不對 他們能談什麼 說談好一定是誰正 就是侯我要選正的 你郭台銘不要選你支持我 或郭台銘說我要選正的 你侯友宜退選 這個不可能談到這個程度 絕無可能談好 就正在談 當然他們兩個也重要 都要選總統 可是後面那個 兩個黨的主席的角色 那特別是柯文哲還是候選人 主席見候選人的角色 那個角色很強大 我認為 所以整個全盤的關鍵 他們兩個樞紐 他們兩個當然很重要 可是最後最重要最重要的拍板 還是豬跟柯 我的看法 周一到周五晚正十點 請鎖定 華語必把賬 周一到周五晚正十點 周一到周五晚正十點 還說 詞伊啦 周五晚正十點 傑 一到周五晚正十點 又廠派 櫃 博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